问问我们现场聪明的观众啊 看看这是一什么家伙事 织布机是吧 再问问我们现场的朋友 谁能跟我说一两个 关于织布机的古诗或者是典故 孟母三千有一个 还有一个花木兰吧 第一句是 鸡鸡腹鸡鸡木兰当护之 不闻鸡诸生 然后维闻女叹息 闻女何所思 问你何所义 谢谢 那么咱们前面呢 其实都是抛砖引玉 引的是谁呢 引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请到的嘉宾 来自苗族地区的甘小枝女士上场 你好 主持人好 您先请坐 哎呀 叮张作响 我知道苗族的这头面 全都是纯银的是吗 对对 就是从女儿一开始生下来 这爹妈就得开始给准备 就在五六岁的时候 妈妈就为自己的女儿准备的一套嫁妆了 苗族这个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多民族中间 它是一个迁徙最多的一个民族 其实它比较早的生活地区 本来是在江淮 当时它的首领主要是赤尤 赤尤给皇帝的大战赤尤失败了 赤尤失败以后呢 就导致很多部族 包括后来的苗族就向南迁 这一次南迁是苗族的第一次南迁 迁到长江的中游地区去了 第二次比较大的纤细 是在那个摇顺宇的时代 继续南迁 到今天的这个洞庭湖啊 彭黎湖啊 到这一带去 第三次呢 应当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了 其中苗族也是楚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族 楚国在春秋时期 它是五霸之一 战国时期它是七雄之一 但是随着秦的崛起 最终的话秦灭掉了楚 这个楚的部族就四散了 苗族就进一步向当时的江西啊 四川啊 这个山区迁徙 第四次迁徙呢 是在汉代 苗族这时候就往现在的四川 这个云南 贵州 往这一带迁 第五次就是明清时期了 苗族呢 主要是迁到东南亚的国家 所以这样一个迁徙过程 导致着这个民族的话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因为它要不断地迁徙 那么在迁徙的过程中间 它需要把一些 他们认为珍贵的东西 戴在身上 就是把金银细软 割哪都不放心 索性全穿身上 对 头上顶着 身上戴着 这样穿 您今天穿的这身衣服 是咱们苗族当中哪一个分支的 因为苗族啊 是一个大的称呼 它还有分不同的地区 也分成不同的小支 是吧 对 我现在所穿的这一套服饰 是我们短裙苗的 短裙苗 对 短裙苗主要都是 就是我们的这个小裙子 是比较短的 大20公分左右的 这样子 穿为短裙苗 那夏生平时就是穿裤子 夏生以前是绑直腿的 就穿那种绑腿 绑腿的 然后大腿 一看下的就拿着这些 就是绣片的支柱 您今天穿的 这个就叫苗绣 或者是苗 苗族之锦 苗族之锦 对 这些花纹都是在织布巾上 这台织布巾上织出来的 这个你看我们汉族说锦呢 一般好像得有这个丝的橙子 您这个有吗 有像这些的话 都是一些丝线 绑了一些丝线 然后来做的 我们可以看到 他穿的衣服 无论他的袖子 包括他的短裙 好像分区域似的 组合起来 那么他通过通筋回尾 往不同的区域 形成一个小的单元 平织完之后再绣 实际他不光是织 那么他穿的衣服上面呢 既有织又有绣 二织结合起来 非常精彩 而且里边的一些纹是 往往是他们生活中 见到的信仰的 全都会知道里边 体现了一种生活的情绪 也非常丰富 其实就这衣服上的 你看这背上的这些花 大头的这个花 这些小条的话 都是织布巾织的 前面的这张绣片 这是绣的 对 其实织的话也有 里面这种属于是织的 但是这种 那个维路是不同的方向出来的 在织布巾织是无法织出来的 无论是春程老师 还是甘女士呢 都说到了精尾 其实这个的话 我们就叫精蟹嘛 这个蟹 就是一个小棒 就把这个蟹 插在里面 然后让它再做尾蟹的 这机器还能使吗 可以 您能给我们看一看吗 怎么用 可以可以 就还得到这么做上去是吗 就像现在我们引了这个 就我们大琴苗的 锦基带的这种图纹 总的名称是织锦的 但是分开出来说的话 它其实这个是挑花绣 挑花绣 对 是挑花绣 所以你得一根一根屑的 挑出来 哇 这太费眼睛了 这可比看手机费眼睛 做这个葫芦的话 都是在30岁左右的 上到40岁的话 就做不了了 就做不了的 做多的话 颈椎也来 而且眼睛也花 就自己给自己做嫁衣呗 嫁衣的话 是母亲为你儿子做的 但是自己必须要学会 出嫁了的话 要为自己的儿女做衣服 不给自己老公做 老公也要做 老公 公公婆婆啊 只好不了 你才来制作衣服 给他们穿 现在你们一般也都不做了吧 直接买吧 现在的话 做的时候就比较少了 以前的话 如果你不会织这个布的话 那你的终身当时 肯定就很难了 人家就不会来娶你了 对 人家就不会来娶你的 而且你织出来的 这些精美度 就是评价这个姑娘的 那个美丽嘛 刚才我就说 现在的话 大家说 你读书什么之类会什么 以前的话 大家说 以你的这个工艺来评价你的 就是心灵手脚 不是长相美丽不美丽 是你那名记忆 学的是否纯熟 是否美丽 我就不明白 这上面这线都是 一根根树了的 是吧 怎么到这 它就变成这图案了呢 这个的话 就是靠你炒的 你根据你需要的图案 然后把这个 绿色的线炒出来 所以才出这样子图案 哎呀 我觉得能学会 这门手也不容易 那最起码空间想象能力 绘画能力得特别好的人 脑子你得先有图啊 你有了图 你才知道自己要织什么呀 这真不容易 织好这么一件衣服 得多长时间 这个也看你的那个工艺 还有宽度来定的 如果像现在这台织布机的 这样子的宽度的话 一天八小时的话 就大概在五六公分 这样子的一个长度 多少 五六公分 就这么长 对 一天 对 八小时什么都不干 对 合着四五个小时 就织这么短 是 然后如果说是 光丝布没有挑花的话 像这样子的花度 也会有个四十多公分 这样子 那也就织这么多了 对 那这一身衣服 凑齐这布料得织多久 像我们这一套服装 做出来的话 如果说是根据你 一天八小时来做的话 一年的时间才来 来做出这一套 完整的和顺装出来 哇 如果说是 现在的农村嘛 大部分都是干农活 空鞋的时候才来 才来做的 所以在自己五六岁的时候 妈妈就开始准备 这一套下装了 她这个人呢 挺能干 也挺能吃苦的 除了家务 她自己的农活 也做得很好 你还能下田呢 可以 入水道 对 入水道啊 哇 好厉害 还能插秧子是吗 可以 还能砍柴呢 还能砍柴呢 而且能砍的柴火 又和我差不多 我全征兴选手 结婚了这门记忆的时候 妈妈也经常就在我的 身份里旁边就唠叨的 以后长大成人了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就像自己这门记忆一样的 要有耐心去做 请继续收看 我有传家宝 五六岁时候 你妈就开始给你准备 这身衣服了 对 但是这套衣服 不是我妈妈做的 这是我出嫁后 我自己做的 我妈妈做的那一套家装 我今天也带来了 你带来了是吧 对 带来了我们就看一眼呗 来来来 一般我们苗族的特别 崇拜的这些大自然的 一些鸟虫之类的 这些衣服嘛 所以在我们整套的服装 出来的话 都已经很多的 大自然的一些鸟啊 花鸟 没看出来啊 头是 这个是小马 然后这是鱼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童子花 然后上面这个鸟的话 就是我们的井鸡鸟 井鸡鸟 对 我们的这一套服饰嘛 也可以叫做井鸡鸟 井鸡鸟 对 也有个传说 就是说 祖先切袭来到了 这些大沙腰里面 然后就 鳖来看铁 然后鳖去打猎来冲鸡 有一天 那个 有一位男生 就上期打猎了 打到了一只井鸡鸟 然后回了家 他的二人看到了 那只井鸡鸟 非常的漂亮 五爷六四的 然后就模仿了那只井鸡鸟 然后秀出了我们大琴苗的这套顺装出来的 是这样子 明白了明白了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虫 是一个毛毛虫 这是毛毛虫啊 对 毛毛虫的形状做出来的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玉米 玉米的那种形状一颗一颗粒粒的那种 这是玉米啊 对 这块太抽象了 对 特别抽象 这个就是我们的柿子花 然后这个的话 大的这个其实是向日葵 你们这是密码啊 还是衣服呀 一格一格就是毛毛虫 一条一条就是玉米 方格就是花 然后这个后面的这个花带 就是那个井鸡鸟的那个尾巴 过去我们说咱们上历史课讲 没有文字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结绳即逝 拿绳打一绳结 但是大家可以想想 这绳结你不能都打的一样 这一年到头多少事 哗哗哗全打的一样 到年底一算也合 三百多个绳哥的 什么意思不知道 所以它那个绳结 必然是有复杂的图样的 慢慢的可能就把这种图案 就挪到了衣服之上 于是就是代表着记录 我们家这个衣服 是从长毛毛虫的时候开始绣的 然后呢 做好的时候呢 正好是玉米抽碎的时候 姑娘生在什么呢 生在这个花开的时候 出嫁的时候是向日葵 正盛开的时候 我可以这么想吗 可以可以 其实就是这样子来的 就是这么样子 是吧 这个就是你的嫁衣是吧 这就是我妈妈给我做的嫁衣 从多大开始做的 在我 就我记事起来 我妈妈就已经开始了 应该就在四五岁 还是三四岁这样子 当时看到妈妈在做的过程当中就觉得 这个怎么变出来这么多的花出来呢 都像变魔术一样的 插上面那是银饰 就是你出嫁的时候穿的是吧 对 这个银饰是一道大乡传来的 这个是外婆传给妈妈 妈妈又传给我的 就是这个是很久了的 这个就是你小时候是吗 对 这个就是我小的时候 八岁的时候 然后我妈妈就在我的房间摆出了我现在的这台支布机嘛 就放在我的房间 然后就开始教我了一些自己的一些工艺 中间这个小孩子是我 你小时候短头发呀 是的 旁边那是你妈妈 妈妈还有爸爸 你爸好帅气 看着 你妈妈这个头发这是 我们传统的短期苗 出嫁后就要打着这种头饰了 咱们说这手艺也是代代相传的 是吧 妈妈是跟祖母学 然后我又跟妈妈学 因为妈妈跟祖母学 还是跟妈妈跟姥姥学 姥姥祖母那边都学过了 就是在妈妈教的时候 自己年纪还是比较小 就也不是很愿意 不是很明白 也不愿意学 也不很愿意去从事这个行业 就在学的过程当中 妈妈也好多次都生气跑掉了 都都不愿意在教 妈妈都跑掉了 对 因为在教的时候 自己又学不好 然后又不想学 而且又在那里跟妈妈顶嘴嘛 然后妈妈就特别生气 当时妈妈就在 隔壁邻近的一个阿姨家嘛 那天我听我妈妈 跟那个邻近的阿姨说 我的姑娘什么都不会 教她了 她也不愿意学 哎 邻近的阿姨说 哎 我家姑娘会了 什么什么什么 哎 当时自己确实 哎 也在想 为什么要让妈妈 这么没面子呢 对 永远有别人家的孩子 来挤对我们 是吧 人家的都这么会 同样的是人 应该我也是协会的 后来就拿着妈妈绣好了 织好了那些的老绣片嘛 嗯 就放在一旁 就在植布鸡旁就放在 然后就撇开 我这个妈妈是多少针 多少根线 然后慢慢来数 慢慢来做 做了不会 又又开始叫妈妈 妈妈你过来教我 这后来就学会了 学会了这门记忆的时候 妈妈也经常就在我的 植布鸡旁边 就唠叨的 以后长大成人了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就像织井这门记忆一样的 要有耐性去做 嗯 不照着人家家也好 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子的 为人也是这样子 所以你学这个学了多久 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吧 但学会的就有十来岁 年轻人也陆陆细细的 到外面去打工了 对 自己也到了四川这边去上学 也没想过说 一辈子来从事这个行业 自己这个行业的 什么时候有了这想法的 后来出嫁了 就为了自己的 你这些工艺要 要传给你自己的下一代呀 还有为了家里面 那时候家里面 还要传一些苗服嘛 就还在来从事这个行业 正因为这种工艺比较复杂 时间比较长嘛 而且我们那里外出的 打工的人也越来越多 从事这个 自己的行业 人也越来越少了 那时候我就在想 要是再过若干年 我们苗族的资景记忆 是不是就要撕穿了呢 当时我身在 结婚在城市里面生活嘛 但我始终放不下我 苗族的资景 结婚一年后 我就回到了 生我养我的地方 又组织留守的妇女 一起来操办 这个人们资景的记忆 那做这个行业赚钱吗 这个行业是不赚钱的 当时说实话 说实话 哪个靠这个养活家庭的话 不太现实 真的不现实 我先生和我公公婆婆 都非常的支持 尤其是我的公公 他为我制作了制补机 今天我公公和我二人 也来到了现场 我们说任何人应该成功 往往离不开家庭的支持 他们今天也特意 把小干的老公公 还有这个丈夫 都请到了现场 张嘉老师 我是干小枝的丈夫 怎么称呼 杨秀伟 杨先生 你身上的衣服就是你爱人做的 对 这是我爱人做的 这是你们短裙描男的不穿花的 对男的不穿花 还有单裙 那你能上来我们看看你的衣服吗 好 也是用的这种后盘啊 都是有单束的这种扣子啊 单束的 但是平时不扣起来是吧 平时不扣 我们都是缠着的 头上那个包头布也是他做 也是他做的 就是他一些支支 然后染染 然后再结成来做的 哦 娶这么一媳妇好 省钱啊 我和他认识的时候是有缘在一个我们苗苗年前上的一个罗生场上 但是穿得很漂亮 眼睛就盯上了吧 盯上了啊 就是不是看脸 是看衣服 对对 你是盯上了这身衣服 还盯上人了 都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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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他这个人呢 挺能干 也挺能吃苦的 除了家务 他自己的农活也做得很好 平时去打菜 你还能下田呢 出水道 对 出水道啊 哇好厉害 还能插秧子是吗 可以 还能砍柴呢 还能砍柴呢 对 而且呢 砍的柴和我差不多 全能型选手 在他提出要回家 专门守这门手艺的时候 你是怎么想的 那时候 生活条件很苦嘛 他就到处的去 学艺 然后呢 再去找一些 一些材料 一些原材料的时候 他就一个人 经常就坐着长途车 然后挤公交 然后去住那种 很便宜的旅室 就是为了把这个 织景做好 大家很辛苦的 这找什么材料 要走这么久 以前是自己 种棉 然后养财 来做杀蟹的 但是现在 资景的人 就很少了嘛 在做这个杀蟹的话 就没有人在同事了 所以在当地来 找这个杀蟹的话 就比较困难 还要出到省外呀 省内呀 这样子 在贵州还都找不到 还得出去呢 对 对 贵州都找不到 觉得那时候 他做得很苦的时候 却心里面呢 却是不愿意让他 再这样去苦了嘛 在最苦最难的时候 在 他出去了一个月 一个多月 一百多斤的人 然后回来有八十多斤 那时候 瘦了那么多 瘦了那么多 一个多月 哇 然后那时候 我看了后 很伤心 也心疼他们 自己能帮上他的 就尽量多 帮帮他 给他减轻的负担 就这样 他能帮你什么呀 什么都不会 解这个蟹 而且必须是两三人 下班回家了 还得要帮我收线 还有帮我穿线 这些都可以 我老公也会做这些 你也会做呀 对 贵一点 做一些粗活 做一些粗活 也行也行 小两口一块勤勤恳恳 为了自己美好的 家庭生活 不断地努力 来 我们给他们鼓个掌 小杨先生 先请您落座 咱们采访员您父亲 我是干小子的 公公 公公 您说这个织布机 还是您给改进的 是吧 因为是这样 我是对这个 资景我不懂 但是我也 知一点就是 个木工 懂木工 因为我和媳妇 搞这个多久了 我看得很辛苦 后来我就帮他改进了 这个图片 就是您搞的新的 新的 这个就是最小的一个 老的这个 原来就是有两米 长的 现在我改的这个就是一米一 原来这个就是有50公分的跨度 现在我搞这个就80的90的跨度 多跨越来越跨了 越跨越好 所以他要求我这样搞的 我就帮他搞这个谁的这个 巴尼啊 还方便 我的媳妇懂了一点 不懂多 但是还基本上是在我家来 他是懂了精神除气 给他们这个培训 全部带我的小的去给 还好带 这个是小的 谢谢 谢谢杨先生 谢谢 后来在自己的家乡嘛 那里村里面建立了自己的一个有五人组成的一个传习基地 哦 教学培训这样的方式来来把这个资景的这门记忆 能更多的人来了解更多的人来加入这个这门的记忆嘛 我想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说实话 找更多的人来学这个 可能现在也很困难 能够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共同把这个手艺在咱们这一代传下去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吧 对于我们农村的孩子就是没有上过作业的学校来 来设计这些东西的话还是比较有困难的 也经常做了就是本地的东西比较多一点 但是人家都是美美美 但是掏钱嘛 就是人还是比较少 那时候自己就想 人家的东西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好呢 为什么自己不能做得更好呢 比本人更好呢 当时没有销路 我就到了一些景气啊 去做推销 还有到了一些审万之类 去做一些杂栏啊 做这些杂栏当中也指导了顾客的一些气球 比如说这些东西 虽然是很美 秀啊 都非常漂亮的 但是你做出来的作品到我们生活上是无法用 后来就把了我们苗族的元素 然后放在一些比较时尚的产品上 尊重才得到了一些那个顾客他们的赞美 今天我也带来了一些作品 我们来看看这个现代你制作的一些像你自己所说的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气息的作品 来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好啊 这些就是我们现在做了一些民族的包 用了我们的土布 还有用了我们的一些刺绣的针法 然后这些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围巾 用了培养袋的这种工艺调的 两位老师我们也来上来看看吧感受一下 好 手感非常好 手感非常好 对 这个就是有湿有面 对 就是一针一切切不支 像那种方法支出来的 所以支出来这条文巾的话都是二十五六天才支出来这样子 而且是比较熟悉了的才支得出来的 这条的话这其实也是文巾 也是文巾 也是文巾 里面的这个是龙 这就是龙 龙 对 比较抽象的龙 他们的龙和咱们内地说的龙 形质完全不一样 更多的适合于制传抽象 特别特别的抽象 因为以前苗族没有文巾嘛 他生活所看到的这些官长从云这样子的 他每个人看的角度都不一样 秀出来的那种看起来的也不一样的 我理解是这样 一个是角度不一样 更主要的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不一样 所支出来的产品或者是作品 他的个性化更强 虽然同样的织机 但织出来的个性化的艺术品 是有不同风格的 是第一次 我觉得可能他每个家族 每个部落都不是一样的 这个织布机特别简单 特别简陋 但是这么简陋的一个织布机 在我们国家传承了许多年 最早用麻来织 那么从目前来讲呢 应该在梁柱文化 已经有发现 公元前2700多年 那么这么一个简单的机器 能支出这么复杂 真的是不简单 更可贵的是 没有图案设计 全凭 全凭 大脑想象 这个储存量 信息量非常大 非常难得 苗族的服饰啊 它应当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技艺 和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个体现 像这种织紧的这种东西啊 这里边呢 包括民族的想象 他们的艺术的创造 艺术的创造 又和他的这个服饰的实用性 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所以他的服饰既能够穿 有实用性 有预含 壁体的作用 同时呢 又是一个民族 他的艺术和审美的一个结晶 就这样代代传承下来 非常不容易 一个民族把自己的审美 把自己的创造 把自己的文化 把自己的服饰 一代一代的能够坚守传承下来 既是一个宝贵的精神财富 也是一笔宝贵的物质财富 小干姑娘 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 自己民族的织紧工艺啊 确实让我们感觉到眼前一亮 就像刚才丽群老师所说的 它是代表着一个民族 自己的文化的一种传承 是一种坚守 好 感谢您的到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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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传家宝的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 一份传家宝之所以是宝 并不是说这个器物 本身有多珍贵 它其中啊 蕴含的底蕴 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坚守的 那么一身我们看到 苗族制作的嫁衣 它其实代表的呢 恰恰就是苗族人自己文化的传承 而我们看到呢 王先生给我们带来的金银赞克艺术 要说啊 其实金银赞克记忆 在中国我们哪都找得到 但问题就在于 人家秉持的是什么 金银有价 诚信无价的这个观念 恰恰就是这份理念 让我们看到了 一份难得的真诚和宝贵